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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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界里面有着非常举足轻重响叮当的人物 而且是两位制作人 这是我们周勇阿哥以及李超勇大哥 大家好 大家好 真的是很难得可以两个一起上我们的节目 对 而且是这个一起出席 所以很多问题都可以问他们的 就问一下这个 就两位夫妻 就是你们结婚几年了 快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二十年时间 那当初是怎样食材 是谁先看到谁 还是说一见钟情啊 他来我们公司工作啊 然后一来 他是来当导演的 我开始一来以为是他要来当演员的 然后西装逼品的 我说你来干是要当演员还是什么 我是替李嘉李导演去帮他打好一个单元 他刚好没哭 那时候我在拍电影 因为这样子认识 然后之后那个交往的经过就是 后来怎么会对对方这个产生好感啊 好多地方都讲过 真的喔 不过他是 他有半个客家人 他很勤快 对 然后奈超 奈老 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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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个圈子也超了 快四十年了 可是你们 你们有摄影师跟过他 真的喔 有摄影师大哥跟过他 可是你知道这种奈超奈超奈 有没有 可是在你的脸上完全感觉不出来 你还是很年轻耶 阿哥照顾得好 真的好 不是保养得好 有在補 有在帮你補 自己補你的身体 就是感情好 也会影响 我觉得 对 你知道吗 夫妻之间如果感情好 然后开心 自然人的就年轻啊 就年轻起来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阿哥啊 年轻的时候真是漂亮 很多 一定很多人自己補 大哥有在偏着吃醋 或是吗 那很厉害吃醋 听说以前是很多很多 对 我以后怎么没有 跟你的就没有 从你身边开始断绝 所以以前的不计较 真的吗 那你有没有曾经就是 阻断这个追求者的方式 他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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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有一句话说 听母大中呼 打母在九五 对不对 这句话 听母嘴大五 对 就是到底有这个 我们看到今天有这个模范夫妻 因为两个感觉非常 感情非常好 所以请她们来到节目里面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 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 所以进入我们的 开运调查局里面 不 就是要把它这样疼下去 这样就对了 好 我们看一下怎么疼 第一个 我的钱是老婆的 老婆的钱还是老婆的 我再问一下 你有这个观念 我的钱是老婆的 这没有错 对 老婆的钱是 公司 不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对 我的钱是你的钱 你都这样疼母是对的吗 我觉得这样是对的 这样对的 应该是要这样的 我们女生都觉得是对的 钱包 她的皮包里 要付钱拿钱包来服务 所以赶快 是你的皮包 你的皮包 不是我的皮包 你的钱包 不是我的钱包 你的钱包在我皮包 你的钱包在我皮包 他的钱包在我皮包里面 一般钱包那么大 怎么带 所以你看 这其实说实在 如果说真的要听母 要疼老婆的 就是我的钱 就是我的钱 你老公的钱就是我的钱 这样子 感觉好像是疼老婆 这样是对的 高老师你觉得呢 这个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觉得钱永远 要放在我们的口袋里 老公的钱也是要放在我们的口袋里 因为女人有钱不会做怪 男人有钱不会做怪 对 其实也不是全男的 男生的声音 此时是非常微弱的 对 不过呢 我们来说传统的 真是真的 如果说真的要疼老婆 一定很多男生都会讲说 沒關係啦 我是男朋友 我的钱给你用 你的钱就是你的钱 我的钱又给你用 这样 这个就是一个疼老婆的方式 所以这个 就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 从这个星座排行榜来看一下 哪些星座的这个男生 他会把钱 交给没在管 好 第三名 太阳 月亮 如果落在 天秤座的话 那常常大哥就上榜啦 天秤座是从经验法则来看的 为什么 因为天秤座其实 花钱还蛮随性的 而且他不擅长拒绝的个性 有时候 如果别人要他负账 他好像也拉不下那个脸来说不要 可是明明他心里是精打细算的 明明他知道他这样子会吃亏 所以久而久之 他就想出一个好方法 那个好方法就是 对不起 我手上没有钱 钱都在我老婆口袋里 所以其实是他的省钱好妙方 不过天秤座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会因为这样 而偷偷藏一点私房钱 因为偶尔让自己轻松一下 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 你有没有藏 没钱可以藏 没有 没有 还有两个人 我们可以问你 有那个潘老师 他是不是偷藏私房钱 对 其实潘老师 藏钱也没用 对 半个钟后不见我老婆 就不少了 对 好 这个是七管炎的 那个肺腑菌炎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月亮如果落在 也是风向的水瓶座 他也是会把钱交出去的 这是为什么很多水瓶座的男人 遇到不太对的对象 他会跑得比飞还要快 有些人会觉得很难抓住 这个水瓶座的心 可是水瓶座一旦爱上你 或觉得可以跟你共度一生的话 多半他是因为觉得 可以跟你变成人生的好伴侣 这个时候他的念头就是 我跟你开一个共同的户头 我放多少钱 你放多少钱 然后其实他的概念就是 这是一切都共产制度就对了 那我们就不要分彼此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很多水瓶座一旦结婚 他就不亲眼离婚 离婚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伤 因为他之前就是 已经抱定了不分彼此的心理 所以之后他就会觉得 好像失掉了灵魂的一半一样 所以水瓶座的男人 太阳月亮在这里 也是会把钱交给老婆管的 第一名我们来看是谁 这可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好男人 而且两个都已经风向了 你是水瓶座的天品 天品 来 我们看第一名是谁 阿公你很后悔 没有嫁给第一名 太阳月亮落在 双子座的人 奇怪 今天都是风向 其实会把钱交给老婆管 是风向星座 对 太阳月亮在双子座的人 当然他可以很臭屁地告诉你 他还有更多的大事要做 管钱这种小事 你们女人去做就好了 可是其实很多双子座骨子里 都是属于顾家爱家的好男人 他的潜意识里面 其实有某种大男人主义 而且是好的大男人主义 就是老婆是用来宠的 对 然后男人应该主外 女人应该主内 抱着这样的想法 他什么苦都能吃 那老婆只要在家里 你要花什么 你只要不要太离谱 不要害得我请家荡产 我在外面的奋斗 能够提供你 他会觉得天经地义 所以三个风向星座的男人 就上榜了 太阳月亮落在这里的 恭喜你们啦 真的耶 这三个男生 这个星座一定会讲说 我跟你说 疼老婆就是 這樣疼就对了 你给他钱交给他 你跟他讲说 你的钱是你的钱 外钱就是你的钱 他就送 對不對 你刚才有什么星座 你是天平 有上榜就不错 而且你知道 對啊 阿公很在意 阿公很紧张 你到底什么星座 他有上榜 所以请这个唐老师 来分析一下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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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曹永哥 是不是属于那种 乖乖把钱交出来的 还是说 他刚刚也很紧张说 你有逃产吃房钱 我看 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讲说 天平座是不是很会吃醋 一般来说 你们都不会认为 天平座是很会吃醋 其实天平座是非常会吃醋 天平座非常没有安全感 他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来证明 就是说对方是真的只爱他一个 不过幸好遇到阿公是处女座 处女座的女生是一旦爱上了 是全部的付出 毫无保留的 处女跟狮子中间 应该是 所以你的舞台是在外面 然后回到家 你那个处女座就是 也愿意服侍老公这样子 所以冲冲大哥是 得到安全感之后 我想以天平座的性格来说 他也不希望把这个脑筋 用在这个理财方面 所以我相信他是不会偿私房钱 好 不过接下来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我们的开运调查局的第二 老婆就是这样疼 你们的家庭就会很幸福 老师要这个老婆要怎么疼 来 第二个 不管老婆对不对 她永远是对的 对 有没有 就是其实像有点那种小韧性 有一个这样的韧性 你有没有曾经 就是这样 在耍韧性这样 这个曹永哥说 对了 都在对了 都在对了 都在好 有没有曾经 你有耍什么脾气鬼吗 常常 因为我个性好 我个性强 又好胜 所以我常常 不管任何事情 我说 我是对的 这样啊 有套出来 你这样就要问一下这个曹永哥 这个我们的阿公曾经 做出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说很扯 可是你还是 都在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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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他常常认为他讲的话就是 甚至 尤其对 对两个小孩 要求很严的 其实有时候未必觉得 有时候最后他想 还是你们的对 所以你看 两个人讲出来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很多 只是真的因为太多 举不出例子 对 因为我们看两个 有时候这样 嘴嘴 嘴嘴 然后有时候 会不会因为意见不合 对 通常会用冷战 都不要说话 两个都不要说话 那会 大概 我们二十几年了 大概有一两次 一两次 没有几个钟头 他就来 我气得不跟他讲话 有几个钟头吗 有几个钟头 他就过来 讲 他不理他 他一直讲 那你怎么办 所以几乎都是曹永哥的 他就来问你这个 问你那个 其实大部分都是我让他 真的 其实就是他真的无理 我还是让他 真的 曹永哥真的就是一个 疼老婆的代表 你看我们今天讲的 前面这两点 他是完全做得到 我们要接下来进行这个 是我们的黄老师的 这个手面相 要问一下黄老师 哪一种男生 会把母子当成宝 或是说哪一种女生呢 会把这个老公给宠坏了 这个好好来注意一下 这个手面相 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 那我们把它分为几项 用这个特色来讲 其中几项有一项就可以了 就表示这个男子还不错 对 第一个呢 那就是菱角分明 菱角就是专门指嘴巴的意思 然后嘴巴是代表一个 家庭的恩爱 也代表家庭的品质 比如说嘴巴有一个菱角 就是这个角有起来 笑起来 样子看起来不会这样松垮垮的 这样的嘴巴 那么就是他会疼老婆 对老婆可以说是疼爱有加 好 第二种是看眉毛 因为眉毛是脾气个性 如果眉毛很弯长的 就是毛非常的顺从 一定个性脾气好嘛 对 就是比较温柔体贴 比较会照顾老婆 这个超勇 李超勇他是 他的眉毛就是最终的 比较弯长 他是属于弯的 因为男的眉毛 常常就是很浓很杂 甚至那个毛很乱很腻 这种一定很凶悍 他就心中想疼 他也不会表示出来 也表不出来了 甚至说不定要动手动粗都会 所以眉毛要弯弯长长的 很顺的话 他就有这样的特色 有这样的好个性 好 第三项 第三项我是用手相来看 就是要结婚线要略略的往下垂 结婚线 什么叫结婚线连往下垂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好 这里就是结婚线 结婚线的略略的往下垂 结婚线啊 就是男人 正先来专门 现在这些 讲男生的 这结婚线略略的往下垂 往下垂表示 他要去照顾人家 他去对人家好 所以这往下垂的 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男人 往上翘 那另外一个意思 以男人来讲 表示他可能是没有结婚 以男人而言 女人是另外的意思 OK 男人通常是平的 或者往下垂 都是 所以往下垂的 才比较会体贴照顾 好 再下去呢 第四项 第四项也是手项 用手项来看 就是感情线 就是这一条线 以及智慧线 或者这条线 这两个人 只要有一个就好 它有往上的支线 就是我们看一下 智慧线呢 智慧线跟感情线 有这样子往上的支线 我们这两条线呢 往上的支线代表乐观 代表看好 如果说相对的 这边是往下的线 就表示是悲观 对这个婚姻看 是看不好的 看衰 所以他如果是往上 为什么会看好呢 这种人他沟通很良好 个性非常的明朗 非常的愉快 所以这时候他当然疼老婆 觉得老婆真的是 他得来不易 所以对老婆会非常的好 好 以上这四项 只要有一项 这种的男人就是 真的是不错的男人 不错 非常的疼老婆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女孩子就是从老公 一色红老公 这样的女人的长相 好 第一项呢 它是下巴要圆圆满满的 好 下巴寬寬厚厚 它也代表就是 喜欢小孩子 喜欢老公 他天生就喜欢要照顾人家 就下巴 我们讲娶妻娶妻嘛 真的喔 要娶妇就要娶下巴圆圆的 是 她 她 她 这样吧 还有好期 对 还有好期 还有好期 我想到一个 就是王月啊 王月本来就是 王月本来就是 她也是这样 下巴圆圆的 好 再看第二项 就是耳朱要比较厚大 就耳朵里面耳朱部分 这耳朱部分呢 是代表她很比较传统 会照顾人家的生活起居 甚至呢 如果老公很凶的话 她逆来顺受 那这样的话 那当然她很宠老公 先给她 老公很大 我刚刚这样 旁边这样偷瞄一下 真的好大 而且我们讲讲 这种耳朱大的 一定是旺夫嘛 旺夫 旺夫 让她家庭旺 老公都旺夫 是 好 再下去呢 我们也是一样 用首相来看 首相也是一样 现在是看结婚线了 结婚线呢 现在相反的 要略略的往上升 刚才男生是 略略的往下降 略略往下摧 女孩子略略往上升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的 这个结婚线 这个地方要略略的往上升 因为女人真的 略略往上升 好像把老公当作偶像 把老公当作一种神来崇拜 一样 所以当然她就 非常的对她的老公敬爱有加 好 最后一项呢 跟刚才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男女同论 就是感情线或者智慧线呢 它的这个有往上的支线 就是跟刚才一样 这个感情线或者智慧线 有往上的线 刚才讲过往上的线 代表事情看好 是乐观的 往下的线是悲观的 把事情都看坏 那么 夫妻之内的生活 如果往上看 就代表她觉得 这老公很不错 互相能够照顾 互相能够沟通 那当然她就是 对老公非常的宠 像这样子的 男女之间 我们分开来来说 那我们想问一下 这个 这个阿姑啊 还有这个曹永哥 他们两个是不是属于那种 就是谁 比较宠谁 好 我先看一下 那个李超勇的 这个是我刚刚 现在录影之前 才画他的 一定不是现在才画上去的 你们注意看一下 她的结婚线就是这样 往下垂 刚好不是讲吗 男人这个第三项里面 我说任何一项就算了 她的第三项里面 男人的这个地方 略略往下垂的 会非常的通老婆 好 那么看一下阿姑的 阿姑的呢 也是我刚刚 在录影前才画的 他的这个地方 就是有往上的直线 智慧线这边 感情线这边 就有往上的直线 那么阿姑它的特色在哪里 它的特色是 他的这个手上的 所谓的事业线跟命运线 非常的深 非常的清楚 在男人看 还常常看得到 女人看非常少看到 这么清楚的 事业线这么强 表示他做工作的时候呢 非常的全心全意的投入 非常的努力 反过来说 他可能就是比较劳碌啦 一直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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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所以我们现在是讲 男女之间 我们现在不讲事业 来说的话 有这样深的线的话 就表示比较强势 较强势 所以他跟李朝勇 两个来比的话 他强势多了 所以呢 李朝勇的会听阿姑的话 或者以他的意见为主 所以你看 其实有时候这样子 造成其实有时候 人家会认为说 那你听老婆 一直听老婆 你就被这个老婆 牵着鼻子走 对不对 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就被这个老婆 牵着鼻子走 或者是说老婆 一直听老公的老公 然后人家说 你被老公牵着鼻子走 所以呢 接下来这个 进入我们的这个 潜意识里面 不管是夫妻之间 或是上司跟下属之间 这个 我们的开运水堂测试 就要告诉大家 你会被谁牵着鼻子走 问一下我们的高老师 好 其实根据统计 有80%的人 会牵着 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呢 会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很爱对方 从这样水堂测验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潜意识 我们测验一下 你会被谁牵着鼻子走 今天的题目是 早上起床 准备这个刷牙的你呢 那个牙膏已经集好了 那你的第一刷 会怎么刷牙 来 第一个是上下刷前面的牙 头前这样 对 这样刷 先这样刷 先这样刷 第二个先刷口 再刷牙 有些人习惯是这样子 要开始刷牙 然后先刷一个口 然後再开始刷 这种 第三个是牙齿咬合 然后先从这个左边 因为牙齿的咬合嘛 所以从这个先刷左边 由此开始刷 那第四个呢 也因为这个腰齿的牙合 所以有的先用右边的 从右边开始刷 那第五个呢 就直接张开嘴 张开嘴 刷后面 刷后面 这样刷 所以有几个地方 大家的习惯不晓是什么 大家赶快来寻一下 就可以知道说 从前世里面 你到底会被谁牵着鼻子走 请阿姑来先选一个 你的右边开始刷 我好像第一个 第一个 先漱口 漱口了 然后再刷牙 这个曹阳哥呢 你是哪一个 第三个 第三个 因为你会先由 直接开始由左边开始 我跟阿姑一样 先漱口 先漱口 显然我们都 真的耶 先漱口 先漱口然后再刷牙 好 那我们的黄老师 也是二先漱口 对 我的习惯 跟我很好 我的习惯是先漱口 再刷牙 对 所以这个观众朋友 赶快来选一下 到底是哪一种呢 就可以知道 你是会被谁牵着鼻子走 赶快请我们的高老师 来为大家做解答 好 如果观众朋友 选的第一个 我们真的都没有人选 你选的话 就是上下这样刷的话呢 第一直觉就可以告诉你了 你会被谁牵着鼻子走哦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只要情人撒娇 你就会跟着他走 这类型的人呢 对情人呢 就是他的罩门 就是心态软 只要另外一半呢 开始撒娇 不管他多任性呢 他会觉得算了 算了 只要对方开心呢 他就会开心 如果你选这个答案 你要小心 你的情人如果太任性的话 小心呢 你会被他牵着鼻子走 然后呢 你这一生呢 就是以他为中心 以他为天了 第二个呢 就是先漱口再刷牙 还蛮多人选的 对 我们就是大部分的人选 如果你选这个答案 我们可以知道呢 你会被谁牵着鼻子走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只要老板威吓你 你就乖乖听话 哇塞 好 其这类型的人就是 对自己的企图心很旺盛 就是标准的女强人 或者是那种大男人的个性 所以呢 不管是老板啦 或是说观众也是这样的老板 只要观众会喜欢什么 或是你的老板觉得很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好好 暂时呢 不要赌自己的未来 或是前途先乖乖听话 回家呢 检讨一下 看问题出在哪里呢 会反省一下再说 那我也觉得说 如果老板觉得不错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修正 那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因为姚池的雅和 先路左边 也有这样子 好 跟我们朝永哥一样 如果你选这个答案 我们可以知道 你会被谁牵着鼻子走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只要是好朋友拜托呢 你就力挺到底 好 其这类型呢 对朋友非常有益气 他会把朋友呢 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 所以呢 如果你的朋友 你会觉得说 你会想照顾他们 像大哥啦 或大姐一样 你想照顾他们 如果呢 你的朋友说 有什么事情 你帮忙 或是给你的一些 希望你给他一些意见的时候呢 你是义不容辞啊 这类型呢 就是非常非常有益气的 现代瑕士的个性 第四个呢 这个因为雅和的关系 所以先路右边呢 对 好 如果朋友喜欢这个答案 我们可以知道呢 你会被谁牵着鼻子走 赶快来看一下 只要家人要求 你一定会顺从啊 其实这类型的人呢 对家人有强烈的责任感 所以你的家人呢 不管是有任何的要求 你都会牺牲自己去满足大家 这类型的人 不管是父母啦 或是你的丈夫啦 或是你的太太 或是你的到你的小朋友 只要呢 他希望你帮他买什么的话 不管怎么样 你说好 我一定买给你 不管他要求是多么的奇怪 你都会帮助他 那第五个呢 好 我们真的都没有人选 若个人旁选 这个答案我们可以知道呢 你会被谁牵着鼻子走 我们看一下啊 自己最大的你呢 只有有自己的原则啊 其实这类型呢 就是听自己的啊 他呢不会被谁牵着鼻子走 他完全以自己呢为中心啊 所以这类型的自我意识 非常的强啊 如果你选择这个答案的时候 偶尔呢也要听听你的家人啊 或是你的朋友的话呢 偶尔被人家牵牵鼻子走呢 可以让生活更愉快一些 所以这个是属于 比较这个自我意识更高的啦 对… 所以说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去做的 对 好 志向我赶快来看一下 我们的客人看运调查局 不就是这样疼就对了 第三个就是这样疼 好 不管老婆煮得好不好吃喔 反正你乖乖乖吃了就对了 有没有 这个曹永哥我们想问一下 这个阿姑在这个厨艺方面 我们不是太了解啦 如果哪一天呢 他煮得乖乖乖 你这样吃起来 会酸的 应该煮得甜了 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这样子喔 我比较挑食 我拿什么给他吃他就吃 真的喔 对啦 好 当我很忙着他东东给我吃 我说好吃 真的好吃 肚子饿但好吃 对… 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 黄老师 你母如果煮得乖乖 你都这样对待 你会吃之后还是陷 我会说好好吃喔 但是太咸了一点 我还是会讲出来 后面还会注解 后面还会注解 对… 可是你还是会把它吃掉 会 这个是另外一种 就是为了不伤老婆的心 可是另外一种是做表面功夫 就这样夹 好夹… 就不再点了 也不再夹了 所以你知道 这种就是已经看不出来 到底它到底是真的 还是表面功夫的 你都不知道 所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唐老师 再从星座排行榜来看一下 最会做表面功夫的星座 是什么 太阳金星月亮这三颗星 落在这三个星座的男人呢 就很愿意为老婆 做这样的表面功夫 所以也算是好男人喔 那我们来看 这个唐老大哥有没有上榜 第三名 太阳 月亮 金星 如果落在巨蟹座的话 首先 巨蟹座通常嘴巴都很甜 为什么 他喜欢家庭和乐嘛 对 如果真的很难吃 他也觉得所谓 那我们到外面吃就好了 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让老婆生气 触老婆眉头 所以他就会说 老婆你今天打扮得很漂亮 然后转移掉 他对你这个菜 揍了一下眉头的注意力 这个还算蛮厉害的 所以他不会很挑剔的 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 月亮 如果落在朝永大哥的 甜品座的话 这个也是属于那种 他抱持的想法就是 不要为小事伤和气 吃饭这种事情是小事 因为两个人能不能沟通 才是大事 而且他也是属于那种 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拿出什么真实的情绪来 因为天明座的人 他是以人和为贵 尤其是跟自己的老婆 所以天明座 如果真的觉得东西不好吃 他会说 没关系 我来 所以很多天明座 宁可自己动手做 其实他们厨艺有时候 是这样训练出来 就是这样出来 对 算蛮勤快的那一种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 还有第一名 还有第一名 这个已经是狗腿级的 真的喔 对 不好吃都能说好吃 真的耶 而且还当着你面 把它吃光光 而且焦掉还说 其实还蛮补的 对 然后他 因为他觉得说 你那么努力 应该要奖励你 不可以泼你冷水 可是下一次他会说 我们以后到外面吃嘛 所以 如果当你跟一个 处女座的老公在一起 然后 发现他顿顿都带你出去外面吃 先别得意说老公很疼你 说不定是他受不了你煮的菜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 这个超准 我爸就是处女座 真的吗 对 我妈 所有的菜她都觉得非常好吃 每一道都是拿手好菜 那真的是很疼母的耶 非常 所以这个真的要学习一下 就是母如果要去疼 他煮菜给你吃 你就没了 这样就是疼的 就是啊 学学处女座的精神 对 OK 那接下我们还是要进入 我们的这个 看一调查局 这个母是这样疼 这样大家比较和乐一点 好 这个第四点母 这样疼就对了 不管老婆累不累 家事都要全单了 这个 你们两个在这个 在这个家事方面 曹婉哥有没有在分担 这个家里面的一些这个 掃地 小碗 有没有 她说的 我是一半克这样的情况 所以 所以 但如果有佣人做的以外 的事情大家怎么做 不是啦 有时候晚上回去 两个佣人都睡觉 对 睡觉 太晚了 她就通通她自己做 就会分 这样喔 下厨房 不过开始我一直不太喜欢 大男人下厨房 我还是不习惯 不习惯 她从小在我们封建的家里面 可是我是疼她 我看她好像又不想上 好 那看就我来吧 我很累 我宁可不吃我也不要 她说 我知道你饿了 那么晚上又没吃什么 她就会去 你要不要吃泡面 我不要 那她就去弄个什么 底下冰箱去找啊 弄这个弄好 她会变 真的耶 变变她是好吃 真的好幸福喔 好啦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开运的这个调查区 第五个老婆要怎么囤 这样啊 疼你了 第五个 老婆在逛街的时候呢 要有耐心陪伴 而且主动付赦 这个 你看 现在很多人都说 这个赞 这个赞 这个如果做到完全百分之百的老公 赞 完美 对不对 你看这两个就已经想好 你看 阿姑在旁边这样 这感好 这感好 她在那儿咬着这感好 以前会 以前我很爱逛街 很爱买东西 她都默默的 好 我买什么 都好 对 我付钱 她只有付钱 可是最近来 她都不让我 很怕我去逛街 有时候逛到好长的时间 你知道 太累了 她现在很怕我逛街 也很怕我进尾托航 到明天里头去 可是你知道吗 通常很多人都是 会觉得说 因为这样子付出 男生会觉得这样子付出 这样付出 然后女生这个很过分的要求的时候 男生有时候 当情人的时候 你就叫我 吓跑 如果你还没有跟这个人结婚 有没有 你就来这几招的话 可能会把你的情人吓跑 所以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高老师 进入我们的开音学堂测验 你吓跑情人的指数 到底有多高 好 其实恋爱中的情侣呢 我们都很希望 抓住对方 那最害怕的呢 就是吓跑情人 今天想要测验呢 我们进入你的潜意识 找出你的爱情盲点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你吓跑情人的指数 到底会有多高 恋爱呢 是甜蜜的 但是呢 偏偏让你遇到一个爱情风暴 那你最害怕的是 遇到哪一种 第一个呢就是 对方脾气太坏了 你最怕刚才这种 对方脾气很怕 你两个就弯起来 当然风暴就来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是对方的家人反对 对 因为对方家人反对 可能就是会嫌弃啊 或者说 可能有一些某种原因啊 可能这个对方 对你不是这么的满意的时候 好 两个人意见就来 爱情风暴也又来啊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是 两个人的价值观不同 因为两个人对一件事情的 一个想法跟价值观不同 我觉得这样过可以 可是你觉得那样过可以 完了 这两个这样怎么接下去 怎么走 所以这个爱情风暴也又来啊 好 这个第四个呢 对方炒饭很逊 这样一 炒饭 不是在煮饭 不是那个炒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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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样意思 好 好 好 第五个呢是对方太花心 有些是你对方太花心 我根本控制不了 可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花心 哪个就炒起来了 就怕她说 后面我现在身体慢慢不好的话 她会不会花心 对 所以对 比较会害怕是这个 对方太花心 我已经二十几年还在怕 对 二十多年 如果遇到那种脾气坏 就常常会跟你吵 而且你的脾气可能就觉得说 你不要提起我 痛爱我的形象 这都说我很 我 这并不是很 她是想说她走 她走着这种人 她走着这种人 对 那唐老师呢 十三价值观不同 价值观不同 对 价值观不同的话 大概没办法一起 过一点点日子都不可能 对 这个就是很痛苦了 对 好 那我们的黄老师呢 一 就是个性脾气不好 那我换我一下 我应该也是怕 对方太花心 那观众朋友赶快来选择一下 就可以知道 你这个下跑情人的指数 有多高了 就问一下我们的 高老师来自解答 好 如果观众朋友选了 第一个跟我们朝永哥 跟我们黄老师一样 如果您选这个 这个答案 我们就可以知道 你下跑情人的指数 到底有多高 好 带来看一下 55 因为太过依赖而下跑情人 这类型呢 主要爱上对方呢 比如说变得呢 非常依赖对方 或者以对方的 那个生活为重心 这类型的人 如果对方觉得 她也是个小女人的时候 她会觉得 你怎么一直依赖我 你赶快帮我做主吧 所以呢 如果她碰到一个 就谈独立的话 其实是蛮配合的 好 那第二个呢 这是对方家人的反对 好 我们真的都没有人选 如果观众朋友选 这个答案我们可以知道呢 你下跑情人的指数 到底有多高 大家来看一下 八十 因为你太爱黏人 而下跑情人 这类型的人呢 只要一谈恋爱 马上变成八点档的男女主角 他非常会融入到这个剧情 然后对方呢 他会抓得紧紧的 那对方会觉得 有形无形的压力 非常的大 而且二十四小时呢 紧迫的盯人 那对方会觉得 哇 根本没有呼吸的空间 那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 如果我一辈子都要活在 你这个魔掌之中 是不是很可怕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说 还是先落跑比较快一点 好 那第三个呢 是这个两个人的价值观不同 对 跟我们常常是一样 如果你选择这个答案 我们可以知道呢 你下跑情人指数 到底有多高 还有情人呢 快快来看一下 好 四十 因为善变不定性 而下跑情人 你这类型的人 其实蛮独立的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有自己的人生的规划 所以他会觉得说 他不要很传统的 就是结婚生孩子 你知道叫做家事 他觉得太平凡了 他喜欢过 比较多彩多姿的人生 今天想要开车去哪里玩 去哪里玩 那如果对方呢 也是一个很善变的 两个人其实可以玩得很开心 如果对方是一个 很保守的老师的话 他会觉得 你这样变来变去 我根本抓不住你 真的不爱牌理出牌 那怎么办呢 那干脆拜拜了 那你去找别人 我还是要找一个 比较传统的 太准了 很准 太准了 我都会劝人家 就是说 你不要抱着那种面头 真的吗 有可能还会一直变一直变 对 真的也 我不适合他 很善变 OK 那选择第四个 就是因为这个 对方吵换很细 再来看一下 99 因为个性强势 又阿爸呢 所以吓跑情人 那你这个人 行的人就非常非常有霸气 而且很凶 而且很像那种 那种五折天一样 他说的话就算了 或是杀像皇帝一样 那对方会觉得 压力好大 那如果永远在 生活在你的淫威下 是不是会觉得说 自己永远没有出头天 永远好像像一个飞庸 或是一个 不停地做家事 所以这时候呢 他会觉得说 这么凶怎么办 干脆跑了好了 第五个呢 就是怕这个对方太花心的 对 跟我们阿哥 跟我们的嘉倩一样 是关于情人这个答案 我们可以知道呢 你下方情人指数 到底有多高 大家看一下 只有20 其实你是万人迷 情人都爱你都来不及了 谢谢啦 我们不太好 真的 不太好 不太好 其实这类型的人 其实他对自己要求很高 他会把自己做得很好 所以情人呢 就会蛮欣赏你的 很想跟你在一起 反而呢 你就要走他还不想走了 其实这类型的人 就是万人迷 这一阵子可能你那个时间啊 什么都放在那个宣传 那美丽九九 这个爱情风暴美丽九 所以这个身体上很疼 很疼 每天失眠啊 好像每天就等着第二天的收拾礼料 再好像月考啊 看那个成绩表一样 所以确实要照顾自己的辛苦 那个健康这个方面 也要好好的顾一下 所以你看 接下来就要来测一下这个 今天的这个测制DIY 观众朋友可以来测一下喔 这个最近 你的健康运到底好不好 如果观众朋友 你在工作量很大的时候 要顾虑一下自己的身体 这个健康到底好不好 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 最近就是指 最近这一两个月 好 健康运怎么样 健康好不好 如果不好的话 对我们生命是一种负担 对 你隐约约你会越来越重了 所以我们用隐约负担 这四个字 有这四个字里面 麻烦请各位选一个字 观众朋友也一起来选 好 来问一下我们这个 阿姑来选一下 单 好 负单的单 曰 曰 好 那我们的高老师 曰 曰 那我们的唐老师 也是曰 曰 全部都选曰 好 那观众朋友 不晓得你选完了没有 就可以知道 最近你的这个健康运 到底好不好 请我们的黄老师来解答一下 好 我们从前面开始来揭晓 首先第一个是隐的 那么如果是选隐的 左边是代表 陰阳的开始 就是表示陰阳不调和 对 不调和呢 你的健康运呢 就不会很稳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选隐的 那他的答案是 陰阳失调健康不稳 表示最近的健康运 要小心一点 健康方面 就是身体的练分泌啦 彼此之间 水火之间 可能没有配合得很好 好 其实是选 跳过去 好 因为你们约太多人选了 好 那先选附 先选附好了 附是没有人选 但是观众朋友 这个你是选附的 附呢 上面是气色的色的开始 下面呢 有点贫血 你的气色已经显现出贫血了 那当然呢 这有你身体的健康 就有危机出现了 就暗示你了 要注意 要小心 好 我们看他的答案 如果你是选附的 你的健康运是这样子的 臉色贫血显现危机 表示最近健康运也是不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丹 丹是阿哥选的 丹呢 他表示他的健康 身体的态度是抬头挺胸 抬头挺胸可以说 是一个人身的态度 也可以说他健康的 他一身中 或者平时就是抬头挺胸的 很注意他的身体 不好要装得很好 对 所以这种状况下呢 他高瞻元暑 对事情的看法 是高瞻元暑 对健康可以讲 你要远见 健康他例如说 要怎么保持自己 如何调理自己 都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看阿哥 以及你选单的 他的健康运势 就是抬头挺胸 高瞻元暑 表示没有问题 健康力很好 还好还好 虽然这阵子很累 对不对 不过这个健康方面 因为这个曹勇哥 在旁边跟你照顾 当然身体很好 硬撑的 好 那这个 曰的朋友 最后呢是曰 就是曹勇 提前斟酌 营养均匀 表示健康运应该没有问题 真的喔 好卷喔 真的很卷喔 真的 真的耶 对不对 不过今天真的谢谢 我们的这个阿哥 还有曹勇哥今天 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祝福这个美丽酒 爱情风暴 美丽酒 收视藏红好酒店 对 收视8点点 美丽酒爱情风暴 来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好看喔 好 也谢谢我们的三位老师 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谢谢你们 老师 就爱玲她对流行 还有自己的敏锐度 那唐老师呢她对自己呢 很节俭的风格呢 她的自己的敏锐度 她话中也有话喔 她常常话中有话 没有仔细听喔 她们的心地 她们的敏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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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